针对民众党前秘书长谢立功在脸书宣布不参选基隆区域立委 市长谢国良接受媒体联访时表示 感谢谢立功的胸襟与成全 也深深感谢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让国民党在基隆的立委选情非常有机会逆转胜 首先我要对我们民众党前秘书长谢立功先生 要致上12万分的敬意跟谢意 因为他的成全我们基隆市的立委选区 现在非常有机会所谓的逆转胜 那他的胸襟绝对不亚于我们也是一样 这个何淑平议员虽然在初选的时候 有一些竞争 但是事实上我们提名以后 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何淑平议员的胸襟 虽然是女性 也是都让我们极度的来佩服 所以我觉得就是当你站在一个国家 社会的高度的时候 大家有同样政治理念的人 纵然在这个过程中有些意见不同 大家还是希望能够整合在一起 最后能够达成我们的一个政治理想和目标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那一方面我也要再一次的深深的感谢民众党的主席 柯文哲先生在这个过程中 愿意来从大局的角度去思考 如何让中华民国更好 谢国良也期待总统选举方面 能竞速整合非绿阵营的力量 才有机会胜选 那当然我们都看到我们现在 所谓的非绿阵营 也有很多组的候选人 如果这些组的候选人全部都选下去 那大概是保证民进党一定会继续的执政 继续来做中华民国的总统 所以我觉得基隆假如有所谓的成功案例的话 或许也可以给中央的长官们去思考 如何在大家都有共识 就是不认同民进党的执政下 都能够尽量解决自己的分歧 最后还是能够理出一个头绪跟结论 真正团结起来 然后跟民进党在做一个 这个大概同样程度的一个竞争 那如果以现在的情况 那是稳疏无疑啊 所以呢我觉得还是希望基隆 感谢我们的这个非绿阵营的一个团结以外 也希望中央也能够找出一个方法来 让我们继续团结中华民国 谢国良认为基隆在立委的蓝白合作是好的开始 希望给总统选举方面带来一个好的参考模式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